今天大盤上漲33點 但是這個上漲的同時 這個大盤從高檔區往下修正 已經接近7個交易子 那也就是正式的進入到 所謂的台股裡面的超跌段 當然超跌之後 會有所謂的超漲的一個利潤 也就是正式的進入到 就是你以長線來看待 但在短線上面你要該怎麼樣操作 所以說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一直提醒一下投資朋友們 你在這個月裡面操作 你就要找一些基歐的小型股 因為大盤目前為止成交量不足 這些所謂的大型股的部分 包含紅海拉 台積電 紅准 可成 這些相關的一些大型的股票 雖然是基歐 但是這個成交量便沒有辦法 把它做出一個拉抬的動作 所以說我在這邊還是一下 還是要再重複講一次 今日這個大盤 你要操作麻煩你 就要看到所謂的中小型的股票 好 現在看到所謂的大盤的一個K線圖 這個大盤的K線圖 來 進入到超跌區 那也正式的出現所謂的墨碑線 這個墨碑線告訴我們目前為止 這個反彈是屬於弱勢的 那這個月的行前應該就是在震盪整理 這是岩老師對於大盤的一個看法 那如果說你之前在高檔區 你有先行做出個獲利了結的 你甚至在12月份的操作 在12月9號之前 你有順勢做出個調節的話 我相信目前為止 進入到所謂的超跌區 那各位的話都應該準備非常大的一筆資金 我們開始要做到一個重壓了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我們的操作 操作一定要有節奏 這些股票就是之前我們的低檔買的 我們順勢在高檔區 全數的做出個出清 順便做到一個獲利了結 包含你在11月6號這個高檔區看到的 好 近期而言的話我們的操作一樣 在9號的話一樣調節了三檔股票 那今天有一檔股票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特別會員的 好 我們在低檔買的話 我們先行做出第一次的獲利了結 也就是目前為止 你從12月份的一個操作裡面 看到了總共有四檔股票 好 我們全數的就是做到一個 所謂的獲利了結 好 那剩下的資金的話 我們預計在這個禮拜 有些股票已經跌到所謂的 關鍵性的一個低檔區了 我們就會順勢的 來做出個買進的一個動作 那今天有檔股票非常強勢 來 它就是所謂的代號4168的唐連 那唐連這四根漲停板 是從低檔區往上漲的 所以說它出現了四根漲停板 那第五根漲停板的話 是出現在所謂的拉回修正 拉回修正以後 要不要拉回找買點 我相信這個看法上面非常兩極化 非常的兩極化 如果說你在低檔區啊 你看到了4168的唐連 你感覺對 你認為會大漲你去買的話 老師認為應該會賺到錢嗎 因為日線的部分是上揚 周線跟月線 好 一樣是往上出 往上做出個翻揚的動作 所以說這個地方應該 就是一個關鍵性的買點 生計落後補漲股 那跟各位驗證了 第二根漲停板 跟各位驗證了第三根漲停板 甚至你持續看節目 你都很清楚啦 出現了四根漲停板 但是股票漲多了以後會拉回 你拉回的時候要不要找買點 如果說這檔股票持續會漲的話 你要注意喔 拉回要不要找買點 這是顏老師今天給你的功課 代號4168的唐連這檔股票 那近期而言的話 我們的操作動作非常少啦 也就是說我們會員 持股三檔以內 穩健操作 那今天當然有賣出去一檔股票 那老師在這邊節目裡面 正式的跟各位公告 以後我們買進或賣出的股票 都不會在節目裡面 做出一個公告 這個就是保護我們會員的一個權益 但是如果說你是老師的會員的話 你應該很清楚 我們買進了賣出了買一檔股票 像今天只有賣出去一檔股票嗎 所以說應該每一個人都知道 在簡訊裡面你都看得到 來這檔股票危機入市的 買了之後是創一個波段新高 買了之後的話是當天收在一個最高點 我們沒有帶各位去做出個追價 我們是反而利用拉回的時候 危機入市 順勢的在今天 在今天 這通簡訊告訴我們所有的會員 在今天這檔股票特別會員的 好我們用定價的方式 來導播拉近 這檔股票是小型股 你看那個價格非常低 十幾塊的股票 17塊的股票 來就在這邊 一樣 這是一樣的定價17.75 我們這個就賣價嘛 賣價錢買一下 好小型股的話 老師認為十幾塊股票 每一個人 應該不是買50張就是買100張 不是買50張就是買100張 那第一次的操作結束了 那老師說過了 以後的股票 我們不會在節目裡面公告 這個是基於會員的權益 因為我們立即會員才三檔股票嘛 那買賣進出啊 真的 我們讓我們的會員知道就好了 這是要保障會員的權益 那3231的偽創 我們買了嘛 直接就跟你講公告了 買了之後創新高 買了之後持續大漲 會員的權益要保護啊 所以說我們做了第一次的公告 做了第一次的公告 後面的簡訊內容 我們就不方便再行的公告 那今天有一則新聞 我必須要拿出來跟各位 來做出一個分享 來做這個分享 來導播拉近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邊提到的TAPC 這個概念股 目前為止這個題材 非常的好 那包含所謂英特爾 微暖 這個所謂的CUCO 這三家公司 目前為止都是全力在支持 但是你要看到 目前為止三星 三星這家大公司 也加入了TAPC的一個 所謂的規格 那你之前知道了嗎 歐洲議會 他將所謂的TAPC 這個充電的規格 他把它做出一個統一 那這個TAPC的一個 所謂的規格 它是屬於USB 介面的一個規格 一般投資人 可能不是很清楚 老師在那邊幫各位講解一下 USB的一個介面 包含TAPC 包含USB3.1 包含USB PD2.0 這三種 所謂的規格 那你現在要注意一下 現在在第四季 這個需求 近期會全面引爆 會全面引爆 因為TAPC的一個界面 它正走向一個所謂的替換 那IC設計 進入到所謂的傳統的一個淡季 但是TAPC包含USB3.1 這個主流的一個地位已經確定了 所以說之前的操作 我們帶領了我們的會員 買進了這檔TAPC的一個商機 這個就是所謂的領先市場 領先市場 當然你看到眼角色的操作 買了之後 這個後面直接拉漲停 你看到了 買了之後持續創新高 那這檔股票我們記得 我們目前為止的話 操作第一次 成績也不錯啦 賣下節買價 一張真的賺到錢要把它放口袋 賺到錢要把它放口袋 這個就是我們操作股票的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商機 你看這一檔股票 一張你可以賺那麼多 那一般的話我都會教 會員你可以多買一點 真的你可以多買一點 如果真的可以買到100張 47塊的股票可以買到100張 我相信這個獲利 真的對各位而言的話非常好 那近期我們在所謂的低檔買高檔 先行做出個獲利了結之後 我們也把多餘的資金 來做出個低檔佈局 那後面到底要佈局哪些股票 這是岩老師目前為止要拿給你看的 好我們這個所謂的中小型的好一些股票 那先跟各位講一下 操作的原則啊 一級會員只能操作三檔股票 這三檔股票都有所謂的認證嘛 保證待進待出以外 顏色停領停損 來幫各位避開風險 我們都是以實際的技巧來跟各位講 不會虛偽不會造假 都是以誠信為本 選股的部分注重所謂的基本面 技術面跟所謂的籌碼面 我們都會挑選極優的好股票 那到底一檔好的股票 該如何進場佈局 利用我們的開盤辦法 加上黃金一樣K線 就能夠幫助各位來複製成功的模式 這個成功的模式來自於整理型態的完成 好那我們今天 林老師手中的這份資料 對各位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小型股 小型股籌碼集中 業績成長 三大法人持續站在買方 大戶開始做出個佈局的動作 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趕快加緊腳步 我們先來看一下 注意小型股 我這句話講很久了 你最近的操作 你就是操作小型股 你的大型股目前為止 成交量沒有出來 你先不用去注意 你現在注意到小型股嗎 之前的唐連 底部起漲四根漲停板 援金的話 波段的行情 之前漲了兩根 達能晉級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 瑞翼的部分的話 股價跟所謂的營收 你去做出個比較 這張股票神龍最早講了 那後面這邊有三檔股票 不是一次佈局三檔股票 我們做完了一檔 再做一檔 但是老師要先講 這三檔股票代表三個族群裡面 顏老師認為最好的股票 顏老師認為最好的股票 代表三個族群 包含第三方支付 包含小型成長股 包含今天新聞有見報的這一檔 老師認為這一檔佈局是最有機會的 在第三檔 這個小型股的部分我們只能做 不能說 因為這個資料 我們要採取一個保密 但是今天老師會開放給各位 你今天只要拿起你的電話 直接跟我們的助理講 我要操作小型標股 我要把籌碼集中 我願意先拿到這份資料 我們後面來驗證的話 那今天現前面50位 也就是說我們會利用你打電話的 一個先後的一個順序 先後的一個順序 不管你是住在台北的 台中的高雄的 只要你拿起電話 前面50位的話 來先把這份資料拿回家 那這三檔股票裡面 哪一檔股票先發動 我們就會直接的通知給各位 好現在趕快拿起電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千金可買早知道 跟對人 你也可以早知道 運答頭顧嚴老師 品級追容VIP 買一送六八 運答頭顧嚴老師 即刻請限時回饋168 速加02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答頭顧嚴分醫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磁密完整 忽用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風頭 積極販賞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部局 熟悉大量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還是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運動股智股專線 人二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冷靜 選擇你的網絡 額牌氣密窗 賴士堡是最認真 最專業 最了解國際趨勢的 立法委員 賴士堡委員 在台北市 聽澳 花博 或任何需要協助時 總是義不容辭 全力相挺 他是我們最重要的幫手 這是我們立法院 很重要的資產 最優質的立委 賴士 歡迎回來現場 那上半場的節目 老師特別提醒一下 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對於小型股的操作 一定要做到一個保密 因為小型股 它的特點 包含籌碼非常集中 一旦有所謂的業績爆發的題材 甚至有所謂的合併的題材 業績大成長 這些股價 它很能夠快速的 反映在這個市場裡面 那這個市場裡面 對於小型股的一個評價 那一般給你的評價 這個正面的比較多 因為大型股 在目前為止的盤勢裡面 老師認為現階段 不適合去進場 做出一個操作 所以說我們近期而言的話 我們都把這個重心 放在小型股 包含所謂IC設計 電子業績成長股 甚至跟中國大陸 連結性比較大的 最主要老師要看到 所謂的營收 它是屬於一個成長的 那包含明年的一個展望 是非常不錯的 那第二的族群 今天的南亞科跟華亞科 已經開始發動了 那其他的族群 會不會帶動 在我們今天 老師要跟你講 小型股裡面 可能就有一檔股票 好 先來看到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 那我相信這檔股票 講很久了 我們以目前為止 我們的簡訊 也不方便公佈 那至少有創新高的同時 我們跟你講的是 沒有一個會員是賠錢的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會員是賠錢的 只要你按照簡訊來操作 3034的聯勇也是一樣 目前為止有創新高的機會 操作結束了以後 我們後面就不方便 再跟各位講太多了 那力旺的部分的話 有公佈了 那這個力旺都是絕佳的買點 這個時間上面絕對都很充裕 你都可以站在買方 那當你賣出去了以後 我相信 這個價差一定賺得到 那12月份的操作 12月份的操作 就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那這檔股票 我相信投資朋友們 記憶力比較深啊 當年啊 因為當時在低檔區的時候 很少的股票 它是上漲的 但是這檔股票連續啊 你看到的 幾乎沒有間斷啊 幾乎沒有間斷的持續往上漲 那漲多了又拉回 今天又出現漲停板 老師這邊跟你先寫 要不要拉回找買點 這個你要自己判斷 你要自己判斷 老師對於這檔股票 我認為是有機會 有機會 那我們的會員啊 跟顏老師講 老師他這種股票 以後就不要再公佈了 我說為什麼 老師他股本那麼小 投資人很厲害喔 有時候這樣隨便猜 隨便猜都猜得到 那老師就順應我們的名義啦 我們就不會再公佈了 我們可能就會公佈我們的簡訊 我們的簡訊就告訴你啊 這邊就是會員的權益啦 我們就是賣掉了嘛 賣掉了 做第一次的操作 小型股啊 老師認為啊 你買個50張也好 買個100張也好 應該不是問題啦 10幾乎的股票 應該可以買50張嘛 可以啊 100張喔 買100張要給你公佈一下 接近10萬塊 但是老師先講喔 這個只是第一次的操作 這只是第一次的操作 後面的操作不會公佈了 老師說過會員的權益啊 老師非常非常尊重 非常愛護我們的會員 所以說會員跟我講的 我一定會 一定會按照各位的 這個指導喔 這個就不要再公佈了喔 來 那已經公佈了我們就算了喔 這個來 偽創 來 賣掉了啦 創新高賣掉了 公佈第一次 公佈第一次 這個創圍要不要注意一下 USP 這個所謂Type C的一個概念喔 當然你要注意啦 第一次的操作喔 有人認為說老師這樣子賺的好像不是很多啦 但是這個叫真實的操作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去做出個灌水的動作 我們就是買了多少就買多少 賣了多少就賣多少 那錢放口袋 這是顏老師喔 對於會員的一個所謂的承諾啦 在節目裡面絕對不虛偽不造假 但是後面的一些股票喔 那新同學新朋友喔 你要趕快跟上腳步喔 我們在明天 應該最遲啦 明天後天一定會進場佈局 因為之前我們在高檔區啊 有賣掉很多的股票 這個時候的話我們在低檔區啊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股票有投資型的價值喔 選股的邏輯啊 一般而言分作三部分 如果說一檔股票業績成長性好 那你去買 不見得會上漲 再加上它的所謂的積極在低檔區 那有沒有機會 這個機會又更大 再加上它有所謂的題材 這個三合一加起來喔 只要你看得懂趨勢 看得懂產業面的 我認為你想要賺 像創為這種錢的話 應該不是很困難啊 那我們公布我們之前買進的一檔股票好了 援金嘛 援金這個叫低檔佈局啦 趨勢的走勢對的話 你一樣賺得到錢 太陽能的商機 這個叫波段的股票啦 創新高 我相信我們沒有 沒有一個會員是套牢的 沒有一個會員是套牢的 這股票操作啊 記得啊 該買就要買 該買就要買 該賣 拉到漲停板10%了 該賣的部分 你可能也要先行 做出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啦 那這個所謂的第三方支付喔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到這檔股票 有人一直打電話 竟然問老師 這支股票會去賣 其實你真的可以拭目以待啦 你不用那麼緊張啦 你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買跟賣我們都不會在節目裡面啊 跟各位做出任何的公告 那3078喬威喔 老實先講喔 這個股票操作啊 要低檔佈局啊 絕對不是往上去追 往上去追的操作 每一個人都會做 包含你都會做 你最勇敢的嘛 這個追追追 有個台語叫追追追嘛 應該聽過嘛 股票不是拿來追的啊 股票是讓你買在低檔區的啊 這個叫做低檔佈局啊 你要買在低檔區 你不是去追啊 不要那麼勇敢啊 買了之後啊 老師沒有這樣去追喔 我先講喔 那持續大漲喔 然後再持續大漲 有人看到這個股價好像還會在大漲 趕快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這個叫做追高 很標準的叫追高 可誠老師有帶你去追高嗎 還是老師帶你去追的同志 不會吧 還是帶你去追的茂蓮 也不會吧 那利豐呢 最可惜 當時候股價161塊錢 老師跟你講啊 機會難得難得啊 非常難得啊 你有沒有把握啦 真的 你還說老師啊 這檔股票會不會漲到400塊 來 他叫FCD 來 200塊漲到400塊 還好啦 漲一倍 那當時候這檔股票 在低檔區也是超跌啊 老師就跟你講 超跌之後會有大利潤啊 是不是符合老師跟你講的 契利也好 利豐也好 這種股價都是屬於超跌的 來 茂蓮也好 包含啊 同志 這些股價都是屬於超跌的 那今天老師有一份小禮物送給你 希望你能笑納 希望你能笑納啦 我們昨天啊 送給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一份頂尖勝券日報 重點股的部分啊 你把昨天這份日報拿出來看 對照今天的收盤 有沒有漲停板 有啦 那今天早上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買嘛對不對 好 那 有人說老師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那老師願意 老師願意成全你 也願意跟你分享 今天的頂尖勝天日報 一樣有一檔重點股 好 你今天一樣可以打電話進來拿 但是老師有説明了 只限前面十位 只限前面十位 拉回少買一點 不要買太早 股價不用那麼衝動 不要去追 可以等拉回 好 我們的操作邏輯不會變來變去 來操作的原則 三檔股票 代進代出 誠信為本 盛選極有的好股票 帶領各位買的股票 都是屬於開板八法 再加上黃金一樣K線 在底部整理形態 結束之前 有個買進的訊號 這樣子才能夠複製一個 成功的一個模式 那你之前可能錯過了 非常多檔的一個標股 你願意重新再來的 你願意把你手中的股票 轉換成 那岩老師目前為止 這三檔小型股 我們一檔一檔來操作的話 好 那你今天麻煩你 你要拿起你的電話 電話一定要拿起來 老師說過了 每一個人機會都公平的啦 不管你是住在台北的 台中的高雄的 不管你住在台灣的哪一個角落 你今天一定會看到我們的 這個運動台 看到岩老師 好 好 那老師今天願意 把這份資料拿出來 跟各位分享 那記得 小型股只能做不能說啦 好 我們不是一次買三檔 好 我們是一次買一檔 做完一檔以後 再做下一檔 好 哪一檔先發動 我們就做哪一檔 好 可能是第一檔 可能是第二檔 也有可能是這個特殊族群的 今天才發動的 那這三檔小型股 大家特別留意 老實講了 今天開放給各位 打電話進來索取 一定要把握 這一次非常好的機會 前面50名 那新會員的部分的話 這個投資組合 三檔股票 那重壓的部分 由岩老師親自通知 今天麻煩各位 把電話撥通 電話一定要撥通 這三檔小型股 跟各位來做出個分享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先來探訪 不是 或是 但是 有很多人 可以也好 先來探訪 再探訪 請 运达頭顧嚴老師 品提追榮 VIP 買衣送68 运达頭顧嚴老師 即刻請限時回饋168 速加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頭顧嚴分衣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瓷密完整 用20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風頭 積極貸賞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佈局 熟悉大難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進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開始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並不股制服封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世界內情 旁秋冬 一堂 掛水掛清漆 再回來心愛的無緣的老婆 鼓聲來響 風吹風吹 叫 空笑望 露火聲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 江飛好賣啊 懷念的江飛錯過就沒有了 快要來家裡放 以後想要聽江飛唱歌 隨時都聽得到 也隨時都看得到 轉圖十五片CD 兩片DVD 總共二百五十一收 一千二百八十塊 金卡電話 空白空空二五七二五八 空白空空二五七二五八 每天都日下雨林 真的好希望有一台 可以遮風避雨的車喔 龍星沾銀行